再来看台北市的景文公营住宅是台北市第一宗参与公办都更 分回了39户房屋之后打算要作为公营住宅出租的案例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今天亲自介绍这批公营住宅 强调这22平付家具的两房空间 月租金含管理费只要14000 大约是附近行情的7折 而以后台北市还会推出更多的公营住宅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4号带着媒体参观 位于景美夜市旁第一件由公办都更案 分回来的公营住宅市府规划只租不卖 房型分成两种 两房的月租金在14000到17000之间 三房的月租金在21000到25000之间 而且还包含管理费以及基本家具 这边的租金行情大概市价了7折 那7折里面它包含了管理费 而且同时7折里面还包含了这边家具 将来都会做好家具 那该要的布置它都会有的 所以真的带着一个皮箱来就可以进住了 不过公营住宅可不是人人都能租 申请条件有三大项 一是年龄限制 年满20 未满46岁 二是必须连续一年涉及台北市 三是102年家庭年收入要在130万以下 才能申请 因为这边生活机能很好 有厨房的话 那如果又空间蛮大的话 那应该是还不错的吧 OK 就是包含里面那些有家具那些的话 一般民众听到这样的租屋条件和价格 都认为很有吸引力 张静岩也强调 将会跟台北市长好龙斌 努力争取更多的公营住宅户数 要让更多的市民觉得有感 经济日报图楼任 台北报道